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即市攻略的时间 这一节我会为大家看一看六幅业绩究竟造成如何 我们先看看表现 六幅截至到九月底的中期业绩 顺利有8亿零五百万港元 按年倒退百分之十七左右 中期息会股派五十五港仙 至于这份业绩究竟如何看 为我们分析这份业绩的 就是要财政圈研究部分析员 谭善乐阿诺在这里 阿诺你好 阿诺你好 见到这份业绩出来 其实按年络得倒退 不过见到业绩公布出来后 股价反而急升了上来 在分析股价之前 帮我们分析一下业绩究竟造成如何 其实顺利倒退了下来 公司管理层就解释 是因为去年的抢金业 基数高效应所致 而令到今年份业绩出现倒退 你接不接受这个解释 实质是否真的 事实情况这个就一定是 因为你说上年来说 这些珠宝中标股 或者整个行业 都是销售的高峰期 始终说第一个经济也好 第二相对地 金价那段时间都表现强势 很多消费者 很多之前提及到的 好像中国大妈等等 都说到的 很多内地的消费者 都去买这些相关的金色 因此刺激到基数是十分之高 所以今年会下跌下来 这个可以说是要了之内 但是你看到业绩是否纯粹 因为上年基数高 因此今年倒退 是非常合理 因此而上升 我觉得绝对不是 你看到业绩公布完的 细节数字等等 其实都看到了 销售状况现阶段 其实仍然面对着一个比较高的问题 看股票很多时候都会看回未来的表现 但是你都看不到有什么原因 相信他们未来来说 销售情况会有个大幅好转的情况 转变有机会出现 你看到业绩 虽然好像说到一些毛利率 是有个改变的情况 但是最主要都说到 是因为一些销售情况有个改变 就是一个结构上面 就是一些鑽石 一些首饰上面的销售量 反而上升 但是上升的主要原因 纯粹是因为 黄金的购买力度 相对地下跌了下来 所以你又有个关键点的因素 未来来说能不能够好转 或者好像出现以前销售那么强劲的表现 市场会看回有没有机会 再出现一个黄金购买的高峰期 但我觉得机会性 可能就真的不是太大 始终在香港市场 或者内地市场上面 买这些黄金产品的季质性因素非常重要 就说到了 可能都会看回 好像农历年所有等 看回 今年2014年都是传统的结婚王季 大陆去到2015年 是属于传统的盲年 在这段时间上 短期一年来说 是不是这么快容易出现一个抢金潮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看回 业绩 其实我自己看表现上 各项数字我都见到 其实面对着比较大的问题 不过就好像正如基数问题所说 其实这些利淡因素 之前一早已经反映了下来 所以就算业绩出得差也好 的而且没有拖累到股价 会有很大的调整幅度 但是见到业绩 就见到收入就按年倒退了两成半 去到75亿港元左右 竟然日理都跌了一成半 去到超过9亿港元 不过正如刚才Arnold提过 毛利率就上升3.8% 去到23.9% 公司就解释 主要就是因为 在黄金方面的产品结构有所调整 降低了黄金的产品销售 从而提升了这个珠宝的产品销售 而令到毛利率有所改善 但亦都因此而认到营运开支占比 由9.5%上升到13% 刚才见到这个营运开支数据 正如你所说 可能这方面成本控制上 可能要做多些东西 成本离不开 三样 对这珠宝股来说 它本身的原材料 第二个租金 第三个人工成本 两样东西在原材料和租金方面 都似乎有个见顶和见底的迹象 你觉得接下来六幅那份宅业职 是否可以做得好一点 就是基于这个控制成本可以做得好一点呢 其实成本方面 你看到上升 这个主要因素 反映着他们的店铺经营的情况 就真的相对不太理想 因为始终见到收入这么差的表现上面 租金的成本仍然持续上升 当然因此也令到经营利润率 有个大幅上升的情况在 其实你看到毛利润上升的确实是一个好的数字 但最主要是因为黄金销售的情况相对比较弱 令到整个结构不同了 而带动到毛利润上升 实际上带来的正面帮助不是真的非常大 未来来来说 的确没错 今次的成本上升是租金开支方面 但现时也看到 一线的铺位上 未来来说租金息幅的压力 也会相对地没那么大 甚至现时的现时像战中等等的事件 有机会令到他们部分 一些经营不善的店铺有机会开始减少 关闭了 这些对于他们未来控制成本来说 都未必说是太过差的 但至于像一些原材料等等 其实你看这些珠宝中标股 不需要太过担心 他们的原材料成本价格的走势上面 因为相对地 如果黄金价格相对地比较低的情况下 他们买入一些黄金价格的时候 同样的黄金材料上面 同样的成本会低了 其实他们赚的 都是赚一个买卖差价的方便 而黄金协会上面定买卖差价 基本上都是那个水平 所以实际上无利率 不会因为一些原材料价格 而有大幅变动的情况 所以未来来说 其实最大关键他们控制成本上面 就是人工和租金成本上面 但这方面 其实他们都很难 直接转嫁回来 所以他们未来的销售表现上面 好看重的 就是他们未来的销售情况 有没有机会去好转回 但我看这方面上面 现在一段特别说黄金产品上面 销售情况 我觉得未来2015年这段时间 可能都会面对着一点比较淡的时间 可能维持着一点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未来来说 他们仍然有很大的挑战 正如你所说之前提过 可能未来2015年 就是传统所谓的万年 分价格 这方面可能未必的活动未必那么活跃 我们看到回护过去 六幅的铜店销售 在港澳地区 其实是倒退了超过四成的 而内地的铜店销售 更加倒退了超过四成四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来的这两个数字 在明年是否会做得更加差 那我开始都说 你看到我说了份业绩 说了这么久 无论成本又不好 销售又做得不是太理想 一些店铺经营的状况 你看看铜店销售 亦都表现得非常之差 为什么今次份业绩出来 股价反而有急升的状况 其实最关键的因素 市场对于六幅股份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焦点 今次份业绩 其实看到 虽然内地的铜店销售情况 不是太理想 但市场都看到 内地销售的占比 都不断地加大 其实说到六幅 今次份业绩 以及之前说到中部型业绩的周大幅 其实看到现阶段的 这些珠宝中标股 说现阶段买这些珠宝首饰 或者黄金产品的公司 整体上 大致情况 都是面对销售辟弱的利胆因素 但六幅方面 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况 其实在市场上 内地仍然相对地有 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今次市场都看到 内地未来 有机会销售增长的占比 有机会周大幅 跟随着提升到一半 所以就算香港零售市场 面对租金压力方面 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现阶段内地方面 租金压力更加之小 随着未来来说 有机会在内地开得更多的店铺 而现阶段六幅的知名度 在内地上的确不断提升 所以在内地的发展上 有一个很大的潜在商机 所以我相信市场最主要炒作 今天也是炒回 六幅在内地上 会有一个很大的爆发性增长 但是始终说 我相信这些黄金产品 在未来来说 如果金价仍然持续疲弱 销售情况 我都相信很极有限 所以对于这个股份的看法 我都看得仍然比较忠诚 看看同店销售 这份业绩只去到九月底 当时占中还未发生 见到管理层也有说过 在十月份的时候 同店销售增长 就是特别单位数跌幅 而十一月份的时候 已经回复增长 你觉得这个占中事件 会不会对公司下半年的业绩 会有些冲击呢 占中当然对零售业 是有少少影响在 但是其实对于六幅 或者这些金色股来说 是否真的有这么大的冲击 我相信其实不是太大影响 最重要影响到的 都是在占中的几个地方上面 就是占领地区附近的一些店铺 的而且受到影响 但是很多时候 买这些金色的消费者 他们要去买的时候 都是有目的地去买 现阶段一些占领行动 的确是令到 那几个地区的店铺 会受到问题 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人们要买始终都是去买 所以如果必须 占领地区的几个店铺藏房 其他的店铺可能同店销售 那方面 反而是有利好的作用 所以我相信 其实你说占中这个行动 对于这些金色股来说 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股价都去到大概超过半年的高位 你觉得如果之前低位持有的投资者 应该如何部署 正如之前所说 其实论业绩六幅的表现 都不算非常强劲 但是现阶段市场都对于六幅 在内地方面的发展 就看得比较乐观 再加上估值上面 六幅 你说就算今次的盈利能力 倒退了差不多接近两成 但是未来预测市场率 都是10倍PE 佐久 估值上面 就一点都不算贵 如果未来来说内地 都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的情况 可以抵消香港业务的因素 其实现阶段的估值 都不算贵 所以我看技术走势 上面都看到 因此股价由于股价便宜 加上市场对它的看法 都开始变得正面 股价是升了上来 我看回 如果之前的位置 买了现阶段手头上 普遍来说 都可能有利润在手 甚至都不会说输太多 我看回这些位置如何部署 始终见到股价刚刚有个突破的现象 我觉得不跌穿25元 暂时来说可以继续向上望 短线阻力位 会看能不能够突破26元这些位置 如果突破了的话 不妨可以抵抗在这股价 升到28元这些位置 才能估出你这场 明白 这一节很多谢阿乐为我们分析了 六幅份业绩和基本面 加上它的技术走势 刚才提过股份周大福和六幅 你本身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这节前来到这里 待会会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待会再见